法身不生不灭 法身怎么会不生不灭 法是万法 万法跟自己是一体 怎么就不生不灭 弥勒菩萨给我们讲清楚了 一谈指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念念成行 行皆有实 那就是法身 如苦 烦恼起先行了 烦恼没有断 这个烦恼是 见死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他要没有断 法身你就见不到 法身不生不灭吧 你有烦恼就见不到 必须这三种烦恼都断了 你见到法身了 见到法身 你才肯定 你才肯定 变法界 虚空界是自己 你才承认 就是 你那菩萨所说的 你看到 宇宙的缘起 宇宙的缘起 宇宙跟自己是同一个缘起 就是那一念 大臣教上常讲 一念不觉 不觉才是一念 觉就没有念 如要记住 经常常说 觉心不动 心动就是不觉 确心不动 因此 佛教人 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信 那回归自信修什么 就是修成定 八万四千法门 是八万种不同的方法 通通修成定 如果不修成定 那就不是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念佛 念佛也是修成定 跟中文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用一句佛号修成定 中文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觉了念头就没有了 我们尽宗的时候 是用这一句佛号 佛号就是修 念头才起 第一个是念头起来 第二念呢 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 取而而代之 把那第一个念头的付诸 压下去 不让这个妄念相续 佛号相续 妄念不相续 用这个方法 来修成定 这个方法比其他的方法容易多了 什么人都能修 而且成功 非常殊胜 这是经上讲得太清楚了 太明白了 所以烦恼要是不断 你的发声 见不到 烦恼断了 才能见发声 阿罗汉 没发声 没见发声 全教菩萨 也没见发声 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发声 不起心 不动念 发声就现前了 清净 平等 觉 现前了 你才真正知道 这个宇宙万事万象 是怎么回事 会能大事 二十个字 已经写尽了 但是没人懂 会念的人很多 念得怎么样 不懂 你说懂得 似是而非 不是真懂 真懂是入境界了 他那二十个字 说出来是一种 无足人和尚通 所以人家把一波给他 一般人真的不懂 你真懂 你就是跟他同情界 不跟他同情界 你怎么会懂 所以烦恼不能不断 要知道烦恼就是贼害 害得你 有发声 不能真 自信里头有菩提 他要障碍你 智慧 就不能真发声 你怎么回事